各位南梦宫旗下的优秀RPG IP传说系列诞生至今 已经拥有相当多的作品并且全球拥顿慎重 但实事求是的说 系列中也并非每一作作品都称得上优秀 有些就普普通通 有些就值得回味 而我手上的这款鲜乐传说 作为系列第一次3D化的作品 至今仍然评价相当的不错 并且很快会以Remake的姿态 来重新登陆到Switch平台之上 所以这款游戏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它的前世今生 这次听的分数永远我最嗨 黄毛小哥也被我deny 索尼克看到我也要跟我say hi 宣言见识我的乒乓球拍 不管世界变化有多么快 我还是那只gameboy的那个男孩 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 或者九十年代初期的游戏 往往要越过很多门槛 才能够在今天仍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 比如说2D转向3D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D转向HD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很多游戏就在这个不断升级 转换的过程中掉队了 敏然众人意啊 不推出新作了 甚至公司都没了 对吧 但是传说系列直到今天 比如说我才痛快破晓传说 对吧 前些天才把它认真打完了 所以你看传说系列直到今天 在全球仍有相当多的粉丝 那当然 在这个每一个时间节点去跨越的时候 必然有其代表作 而先月传说就诞生在系列 从2D转向3D的关键的节点 并且非常好的完成了任务 不仅完成了这个任务 而且才西方打响了名号 应该说是一款相当优秀的作品 那当然啊 我们要细细聊 可是现在先不着急细说游戏本身 我们先来看看我手上的张NGC的仙乐传说的盘 然后呢 咱们再来边玩边聊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NGC版本的仙乐传说啊 这边是NGC的标志 这边呢 是南梦宫啊 然后 Tales of Symphonia Symphonia并不是交响乐的意思啊 所以这个港版翻成交响乐传说呢 并不是特别准确 呃 交响乐是Symphony Symphonia是中世纪时候对各种各样的乐器的统称 所以我其实觉得翻成仙乐传说更准确啊 这是全年龄段的游戏啊 告诉你其他的一些标准 反过来看啊 游戏的基本介绍 还有游戏中的截图 作为系列首次3D化啊 当然要凸显画面的优势 OK我们打开来看看啊 具体的内容是双叠的游戏啊 两张的叠面设计呢 还有所不同啊 一张是这个样子 一张呢 还有点颜色上有些小区别啊 打开来看看说明书 OK啊 咸乐传说 各种基本的这个安全注意事项啊 字不带言 然后呢 这个大体的故事的介绍 呃 然后呢 这个这个传说的 星月传说的世界 啊 等等 然后一些基本的系统 说明操作之说明 然后战斗之说明啊 这些都是 题中应有之意啊 也无需要多看 其他的一些简单之说明吧 OK啊 整体来说这个说明书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看的地方 是一个真正的说明书 哈哈哈哈 这种说明书就有点 啊 OK啊 起码这边还有人设啊 藤岛康介的人设 那藤岛康介的画风 我当然是非常的喜欢 人设也很漂亮 但是实际在游戏中呢 就显得没有那么的美形了 但也还算是不错 尤其是这一位啊 这个你看 在这个 呃 叫什么的 就是藤岛康介的原设 人设中啊 很漂亮 很帅气啊 游戏中呢 这这感觉有点像贝吉塔啊 当然贝吉塔也很帅 哈哈 OK啊 这个是说明书 那咱们接下来也废话少说 就实际的来玩玩这个游戏 然后边玩边聊 好 我们现在就进入到 仙乐传说的世界之中 对于之前没看过我这种 老游戏怀旧节目的朋友啊 我要说一下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是在NGC之上实际运行 然后以采尖作为输出设备 然后再对着这个采尖啊 直接拍摄而来 我认为这样比较能够准确的还原 我们当时实际游玩 而熟的感觉啊 不是说百分之百准确 可是相对比较接近 那仙乐传说系列呢 不是这个仙乐传说这一作啊 我说作为母舰的 这个重要作品 是系列首次过渡到 3D化的里程碑的作品 那对南梦宫来说 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挑战在于啊 把这个大家所熟知的 一个重要的IP 全3D化这个过渡 当然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过程 可是同时它也是机遇 就如果做的好 就可以把系列带向新的高度 所以南梦宫当然是卯足了劲啊 对这个来做了百分之百的支持 拉出了当时还算是颇为豪华的团队 比如说啊 这个制作人请到了积极信 总监呢 是通口艺人 音乐方面呢 由音亭统带领的团队啊 也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既然怪影Siphoni啊 就是这个仙乐之名嘛 那当然游戏中的各种配乐啊 种类也很丰富 数量也很庞大 爵士乐 交响乐 各种风格啊 交相呼应 我本人基本上是乐王类型的玩家啊 我也不大在意游戏的配乐 可是这一作的配乐呢 也让我啊 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当然也可能因为它既然敢叫仙乐传说 也会让我们在这方面相对比较注意一些 那当然这个仙乐也不是指的配背景音乐 这如此丰富 主要是游戏系统 这个同音槽系统和主题啊 是交相回应的 这一作的副标题叫做语经回响的RPG 也是充分突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美术设定呢 请来腾岛康介 腾岛康介啊 大家都很喜欢 也是初代幻想传说的 这么一个这个美术设定 请他来 当然也是起到这样的一个哄台之作用 可是我觉得游戏的美术设定 跟游戏实际画面风格啊 往往很难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 这也可以理解吧 毕竟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这个仙乐传说 在这方面做的还算可接受了 你比之像天野喜笑之于FF 或者星川阳思之于MGS 这算好得多 那这一作的剧情啊 基本上还是比较王道的 中二少年救世界啊 这个大家看到的 就是现在已经出事了嘛 要去搞这个祭台 大家看到这个 刚才穿红衣服的啊 这一位我们操作的主人公 罗伊德和他的这个好朋友吧 还有一小跟班 他的好朋友神之子啊 克雷特几个人呢 莫名其妙的就开始踏上了 拯救世界之旅 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救世界嘛 永远是这种王道剧情 传说系列王道很正常啊 像仙乐传说 它是个全年龄游戏 你怎么让它不王道啊 咱们来点阴暗的 咱们来点这个什么的 火车过山洞 要进不进 要出不出这种不合适啊 这当然比较王道 神之子爱 这一位 这几个就救世界 但是呢 我觉得在这个王道之下 还是加入一点曲折 否则你就一 他也是一本道的 真受不了啊 就稍微有那么点曲折 就是他们在救 他们所在的这个大陆啊 呃 出现问题 然后他们去拯救 就是要通过解开 祭坛封印啊 什么拯救啊 但是在这个救的过程中呢 发现 哎 原来这个世界是一道选择题 就如果我们把自个的 这个世界给救了 那么一个平行世界啊 叫做泰斯亚兰 说这个同平行世界 因为要跟这个世界 就两个世界互相之间 是在争夺马纳啊 马纳啊 就这个对吧 就是争夺能源吧 可以说争夺资源 所以说救了这个呢 那个要遭殃 救了那个呢 这个要遭殃 但是呢 你看 哎 为什么呀 不行啊 我们全都要 这个中二少年啊 就是什么都得要 跟陈年人是一个想法啊 所以男人至死 是少年 就决定 凭什么要一个啊 我们得两个都拯救 所以他们就开始寻找啊 拯救两个世界的方法 然后就这一路吧 然后最后又是 反正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吧 简单的说 总之就是啊 完美的happy ending 这一作是比较王道 同时也是比较 比较欢快 比较热血的一作 我个人对这个剧情 当时还算是满意吧 因为我们去玩传说的时候 不同的游戏 你有不同的期待 比如你玩合金装备的时候 当然希望它的剧情啊 严肃深沉一些 或者你玩到 比如说这个 这个美墨啊 你当然在末世的时候 你有不同的期待 那么对于传说系列呢 就比如说 像我刚刚打完的破晓 有很多人评价这个剧情啊 太王道 太那样 怎么着 我觉得还行吧 传说系列不就是这样的 一种风格吗 玩的时候也就能接受 就像你指望DQ啊 DQ其实在剧情上变化 相对于系统的一成不变而言 我觉得DQ在剧情上的变化 还算是相对丰富一些吧 但整体那个王道风格 亦是一以贯之啊 这是一个 现在大家看到一些 系统方面的介绍啊 因为这个游戏的战斗系统 很有意思啊 大家看它是一条直线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一个单一的动线 然而实际上 它是在分了好几条动线 但是这好几条动线呢 不需要比如说你按上下啊 什么的切换你所在的这条线 而是通过切换不同的目标啊 由AI判定你所处在哪条动线之上 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创新 传说每一代的大的系统是近似的 但是小方面还是有创新啊 这个是很正常 你完全一群不变 真是大家也都受不了 那相信呢 按这个Z键啊 这个小剧场也都得以保留啊 这也是OK 那么这一座呢 我觉得它是两个里程碑的意义 一个是我说的 它是2D变3D 另一个呢 这一座是传说啊 在西方世界获得了较大回响的一座 可能是一个是三D化 二一个呢 也可能是这种啊 Siphonia这种标题 比较抓人西方人的眼球啊 或者怎么着 同时也是宣发做的还不错 传说系列啊 在西方一直有一定的粉丝 包括这个 有一些自己的音画的作品 但整体来说呢 拥顿的数量不算是特别大 但是仙月传说这一座之后啊 使得在西方也变较的响 但是这种叫得响啊 不是FF级别的叫得响 就是相对于这个系列而言 是一次提升 那因为西方的评价不错 当时我们也看到各种媒体啊 报章杂志上面 都对仙月传说有所讨论 而且给出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也让我对这款游戏啊 垂涎欲低啊 但是啊 想归想 做归做 实际上并不容易弄得到啊 当时玩的时候还有点小曲折 我们一会再说吧 总之这一座我觉得 无论是画面 声音啊 这个战斗系统啊 剧情啊 各方面 都是可圈可点的吧 应该说是那种水桶游戏 就是你也不敢说 他哪一个地方 做的特别牛串 但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 而且我觉得他的画面啊 在当时的同类型的游戏 同平台 同类型做比较的时候 他算是顶尖的 就现在看 你觉得这画面糟吗 我觉得也谈不上糟啊 当时绝对是顶尖的画面 加上这个 NGC上的作品啊 RPG作品 日式的 本来就少 所以更让我是非常的期待 当时费了很大劲玩到 总之啊 这个传说啊 鲜月传说 大致是这么一个作品吧 跟大家做简单的介绍 接下来咱们再聊聊一些 属于自己的故事 OK啊 这个鲜月传说 大致的样貌 大家也见到了 说实话 整体水准是相当OK的 那当年呢 因为西方评价 特别的好吗 然后国内的媒体 也是推波助澜 说鲜月传说 如何如何 是NGC上的 必玩之作 那实际上 因为NGC上的 RPG游戏真不多 我印象中 比较好玩的 除了这个鲜月传说之外 还有也是南木工作的 霸天开拓使 还有就是 最终幻想 水晶编年史 就这么几个 还算是不错的 RPG游戏 因此呢 那当然 如果你把 什么纸片 马里奥也算做RPG 那也算是OK 对吧 塞尔达鸟算 那也算OK 但这种 比较正统的 日式的RPG 选择也不多 所以评价也很好的时候呢 的确让人心痒痒啊 当时就想去 到处找这个游戏来玩 那这个游戏 当时在国内不难买 新的价格 当然不便宜 但是二手 因为那种 那时候的游戏店 NGC 这个没有破解嘛 这游戏店呢 也是兼营 二手之作业 就买了卖 卖了买 价格还会不断的往下 后来盘都破了 壳甚至都掉了 什么说明书都没有 没事 反正盘能让你玩 就得了 就会越来越便宜 所以我记得当时买到这个传说的时候 因为它03年的游戏嘛 大概04年中期啊 前后期 反正买到 就不贵了 就已经是挺便宜 一百多元钱 就买到了这个鲜乐传说 可是有一问题啊 这是日版游戏啊 没英文啊 这个日文啊 是完全看不懂啊 大家知道我这个日文的水平啊 也就会那么几个不方便在公众场合说的词 坦白的说 看不懂 看不懂怎么办 照玩补 那怎么办呢 那个时候买的NGC啊 还加了个开关 就是播一下变成日版的 再播一下变成这个美版的 不是直读啊 到版年是不能玩 得玩这版年 但是可以播一下 换区美版和日版这个区可以切换 可是问题是什么呢 虽然你可以读美版店 你买不到美版的游戏啊 基本上国内能买到 尤其是这种啊 便宜的二手 基本上全是日版店 所以只好硬着头皮玩这个 那一玩画面很好 很舒服 各方面挺好 剧情怎么办呢 剧情就是找攻略 攻略呢 它也不是剧情小说 反正也就是大致的介绍 大致的说 现在不大常见 以前常有那种所谓的剧情攻略 就把剧情讲得很详细 倒不在游戏什么 报纸怎么打 倒是一代而过 主要是说剧情 其实就是方便 在那个中文游戏比较少的年代啊 如果你的外语水平不过关 就可以玩 那玩英文咱没问题 可是日文呢 就看不懂啊 所以就对着攻略玩 剧情也是看了个懵懵懂懂吧 说实在 好在剧情也不复杂嘛 就像我说的 也不是那么复杂 懵懵懂懂 有很多对话 也就是小剧场 在这个剧情攻略里 是不会跟你说的 所以总觉得是一个遗憾 总想着有机会啊 找一个英文版去玩啊 也费了很大劲 但是我这个接下来 我有点记不清了 我记得我好像在NGC上面 没玩过英文版 但是好像又有点玩过 不是太确定了 是不是在澳洲时候玩的 我印象极不深刻了 但是我很确定的是 后来他不是出了PS2版吗 因为这个NGC版本啊 独占了一年之后呢 肖路不总招 所以呢 南梦工就把他 移植到PS2之上 那个时候 现实独占这个说法啊 很少 独占一般就是真独占 说了独占 然后又跨平台 又被人骂的 九头蛇至今啊 仍然被人挂在嘴边 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所以当时啊 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把他转移到PS2平台 没办法 确实是肖路不达预期 评价很好 但是NGC的装机量 就那么样嘛 所以肖路不达预期 一直到PS2 PS2之后 因为那时候PS2 大家都是都破解的 PS2嘛 大家很办 我那时候还在 迭安门装了一个直读 就很方便嘛 那你盗版碟什么的 英文版就可以玩了 PS2版的有点掉针 但是现在呢 就是有这个英文版嘛 能看懂 又算玩一遍啊 就觉得剧情 原来跟当初的理解啊 没什么区别 早知道不再玩一遍 不过能把小剧场看看 也算是一个乐趣啊 总之这款仙乐传说呢 应该说是传说系列之中啊 属于那个第一梯队 因为传说本来就分成 所谓母舰和护航系列 就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母舰就是正传啊 护航就其实就是外传分支啊 等等 像这个仙乐传说 后面有个叫什么什么的骑士 那个呢 V上的那个就属于护航系列 那作为正传系列 转向3D的一作啊 应该说这一作的水准 是相当OK的 值得一玩 那可惜当年很多朋友啊 因为可能年龄的原因 语言的原因 种种原因 如果错过了这一作呢 那接下来又remake的时候啊 可以考虑 其实也不是remake remaster 其实就高清化一下 但是会添加中文呢 说是会添加中文 所以到时候朋友们 可以考虑冤梦重温呢 我再由于要不要重温一下啊 因为RPG一玩时间也不短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 重温的必要了 当年也剧情到现在 虽然不敢说历历在目 但大致剧情也还能记得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不至于 冤枉重温 但是朋友们啊 感兴趣的可以考虑重温一番呢 算是一款啊 非常有意思的作品 可以考虑玩一玩 OK吧 那这个仙乐传说 就和大家回顾到这里啊 搬家还在继续打包书啊 什么的 也没什么可汇报的 那接下来就广告时间 淘宝店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新上的新节目 我的Xbox传奇 二十集的节目啊 加续加艺 完整回顾了 Xbox的这个历史 然后呢 也有大量的个人回忆 以及很多我认为 比较新颖的观点 那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买来听 除此之外啊 其他的游戏类的 PS传奇 任天堂传奇 什么都在卖 还有非游戏类的 谈天说地啊 悬案醉案啊 等等 风俭游人啊 大家挑自己喜欢的 感兴趣的买来听 本期节目 就是这么多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和购买 咱们下期 再见 再见